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还是比较够用的了 这里边顺带一提 这一款机娘素体里面提供的这个算是机娘的GK校服的话 其实并不是降温机本体附带的 而是某些店铺它是会带有机娘衣服 或者说送一个合金武器的 这个的话就要看各位自己在店铺里面去寻找一下 我买的订单放在这里了 各位也可以简单的参考一下 这里的顺带一提 这个衣服其实它是随机的 所以说不一定给你发什么 这个就需要各位玩家自行的去碰运锦或者衡量一下 再来就是他们所提供的那个合金武器 其实那个合金武器的话 我也是看了一下 并不是像这样的一些机械武装形态下的一些武器 而是一把像是魔幻风格的一把合金剑 我总管就配戴这种机娘身上的那个风格 并不是特别好的 所以说的话 我最后也没有选择合金武器了 那么直接选择了衣服 上下时间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 这一款剑魂机的黄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素质表现 那么在整个机娘塑理方面 其实和之前的比例是基本上完全一致的了 但是在分件以及一些其他方面的设计 这一款黄中和之前的那几款机娘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单论整个面相方面 其实在单看整个替换脸的时候的话 我会感觉这个面相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当把头发装完以后 这个单马尾的造型配合上这个表情 总的来说还算是能够让人接受的 反正对我个人来说还是能接受的 毕竟我也挺喜欢蓝色的水王王的大眼睛 那么这款模型在整个面相方面 一共是依旧是提供了四张脸 首先就是咆哮脸 然后瞄眼的瞄准镜的这位一个眼睛 连带着武装形态下那种严肃脸 加上这么一个斜向旁边看的这么一个开心的脸型 总共是提供了四个玉头装的脸 剩下的还有两个空白脸 需要各位自行的用水贴去进行一定的更换了 整个面部的替换方式依旧是拔除掉头部 之后我们将整个头发前端的这一块分件给它拿出来 然后我们再把整个面部给它拆除下来 之后我们再替换上这一款模型 其他的脸型就可以完成一个简单的替换了 整体的替换风格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拆件的 不然的话你这个脸是基本上换不上去的 这款模型在整个胸部是提供了两种分件 一种是这种比较漏的 另外一种的话就是这种包裹的比较严实的分件 感觉你的朋友可以自行的进行选择替换 但是这里边在继续替换的时候 各位一定要注意内部的孔位一定要进行一定的扩孔 不然的话这两个胸部进行替换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紧 在这一款模型的造型手上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多的造型手了 而且这一次造型手的话并不像以前的一样 就是普通的翻膜的或者说通用的那种造型手了 而这一款造型手的话上面还是提供了一个 类似于手背甲一样的武装细节 所以说当前这个细节表现还是可以的 同样这个手也是软胶分件 在脚部这一款方中也是继承了原本的武装形态下的这么一个脚部了 同时在脚底板这里边还是提供了一个软胶的分件 进行一个简单的站立上的支撑 但是这款模型由于在脚踝关节部分是比较紧的 所以说在调整站姿的时候 各位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给它掌舵了 其实整款降温机的在整体的比例方面 如果说你要是接受了的话 可能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但是接受不了的玩家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最开始的话我接受这个比例 也是接受的挺长时间了 但论其他的可动性的话也都是比较常规的一个水准了 但是这里边各位一定一定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一款模型在整个跨部的柱形卡子 必须进行一定的打磨 因为我这里边是已经这一侧是已经断了的 但是后来我给它打桌 所以说目前的稳定性还是比较好的 这里边我建议各位用砂纸给它打磨两圈到三圈以后 我们再将整个腿部给它插上去 这个时候活动可能会稍微的松一些 但是为了保证它不会断 千千千万万一定要这么做 那么再来就是手腕整个球形关节内部的一个圆魂卡榫 这个地方也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打磨的 如果说不对中间的这个零件进行孔位 或者说后面的装位进行一定的打磨的话 整个手臂的整体的活动性也是非常紧的 非常容易断 加上整个降温机在素体方面的零件材质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硬 所以说真的会比较保险一些 那么我这一款机娘的衣服 其实提供的也是比较简单的 一个普通的GK服加上一对丝袜 但是这个丝袜整体的材质的话 就是这种碗非常非常大的这种碗了 加上整个脚部 其实之前的话它是完完全全封死的 所以这个地方我是用剪子给它剪开了 因为不剪开的话 整个丝袜是没有办法套在这个脚上的 因为这一款模型并没有提供光脚的这么一个造型 所以说这个地方如果是不剪开的话 真的套不进去了 替换的方式也非常简单 我们先将整个头部加上手臂给它拆住下来 这个时候各位要注意一下 拆完了以后胸部两侧的这个小零件的话 千万千万给它保存好 或者说这个地方因为不涉及到任何的可动 给它粘死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接下来衣服我们看好反正之后 我们给它简单的套上去 就可以实现这一款模型的一个简单的穿衣服的搭载了 其实单论当前的表现的话 也算是比较可以了 至于有朋友问我 为什么里边要换成这个胸部呢 因为毕竟穿衣服 当然要穿的少一点的 大夏天多热呀 因为有部分衣服缝线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袖口一定要给它处理好了 不然的话整个球形关节底是很难插进去的 而且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一定要调整好 不然的话它这个袖的会整个皱皱巴巴的插在里边 看上去非常的不协调 也不好看 至于丝袜的安装也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将脚腕的关节给它拔出来 之后我们按照整个 这个地方因为是没有反正的 所以说我们直接给它插上去就好了 同时啊 这里边还是要建议各位 就是一定要将整个丝袜给它安插到到底 就是到这个位置 边贴着这个边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再留出一个足够的空间 把这个尖给它剪掉 然后我们再把整个脚的关节给它插回去 就能实现一个比较好的 或者说比较正常的一个搭载了 不然的话呢 你整个丝袜看上去呢 会非常非常的不协调 毕竟它和腿部里边的零件是完全全的两个颜色 而且你要是留短了的话呢 下方的整个球形关节也会露出来 效果的话也不会特别的好 那么当前给这个素体穿好衣服以后 在比例上面的问题 或者说在一些关节裸露上的问题啊 整体来说的话呢 就会被弱化一些了 据说当前的素质表现 就看上去会更协调一些 同时整个连翼群啊 我这一款还是比较贴身的了 而且啊 加上整个是一个比较透的布 所以说对于内部的肌肤 在某些光照下的话 也是会产生一个透的情况的 比如说胸罩 不对 这边的这两个零件 在肉眼下还是摒气要清晰的 就能看到的 有一种 不行 我感觉我不能再说了 那么整个衣服的话呢 因为是随机发货的 所以说这里边 我并没有办法保证 每一件衣服都是能够产生 当前这么一个比较贴合的形态 这个地方就需要各位玩家 自行的调整了 那么素体形态下 我们就已经简单的看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武装形态 因为这款模型是提供了双素体 所以说这里边就 也不需要担心去进行一个繁琐的替换 才能够产生一个武装形态了 这里边我们直接把武装形态拼出来就可以了 同时在整个胯部以及手臂的关节 还是同样的问题了 一定一定要去处理一下 不然的话 在把玩的过程中 真的会非常容易一段 剩下的这一款模型 在整体的当前状态下 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零件 有一些松动拉紧 这些问题的话 也是需要处理的 这个我们在后面的修学建议里 再和各位相谈 那么在整个装甲形态下的话 其实就会产生了一种 类似于特种兵一样的那种造型了 所以说这个造型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相反和之前的那一些 类似于机甲风格的 或者说其他类似风格的话 整个黄中的造型会更收敛一些 所以说我相信 这也是这一款模型 在当初的销量 比较不错的一个优点 因为在头部部分 是提供了一个带有卡榫的分件 所以说我们在武装形态下 还可以安装上 这个类似于塞亚人一样的 战斗力测试仪了 那么当前这个眼镜的话 造型我还是蛮喜欢的 但是就是这个透明镜的通透度 我看上去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整个眼镜这边看上去模模糊糊的 而且可能是因为通明镜 对于光线产生了一定的折射 所以说我当前肉眼看上去 这两个眼镜 一个大一个九 甚至一个上一个下 在整个胸甲及腰甲部分 胸甲就是将原本的胸部 给它拆住下来 替换上这一个 类似于果胸一样的胸甲了 上方的话会有一个 不对称的这么一个零件设计 后方就是一个通用接口了 那么在腰部的这个护甲的话 其实是并没有设计 任何的连接件的 仅仅是通过一个前面 以及后面这么一个零件 给它扣上去就完事了 所以说整个胯部的装甲 加上腰部的装甲 会产生一个非常逛等的状态 在把玩以及整个拼装过程中 其实还是不是特别的方便的 但是这里边我个人感觉 也可能是考虑到 为了保证整个机娘 整体形态下的一个完整性 所以说这个地方 并没有设计任何的卡榫 那么当部这里 有一个类似于前军桨一样的设计 能够进行一定的翻转活动 后方的话 就是挂载了一个武器能量包了 而这个包上方的卡榫 其实就是用来挂载这一款模型 所提供的这么一个 安装了小透明件的匕首了 但是这个匕首的安装方式 会非常非常的松 这个缝隙有点大 武装形态下的手臂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基本上都是通过了左右盒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展开机构 整个黄中在腿部 是采取了一个不对称的设计 这一套的腿 可以说是一个完完整整的 一个机械风格的腿了 因为毕竟内部连带着 还有一个一压杆的联动分件 但是这个地方 因为上方的装甲 所以说看上去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同时这一侧 这个腿整个这么一种 方正化的机甲设计的风格 还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这么一个风格了 加上后方采取了推进器 以及散热口的这么一个细节 加上整个小腿部分 还有这些类似于 一压杆一样的细节 但是这个地方 就是完完全全不可动的 就单纯的是一个细节 上方的话 还有两个类似于手榴弹 一样的细节分件 感兴趣朋友 可以针对于这些部分 进行一定的补色处理 我相信效果真的会非常好 装甲体这边 在整个脚外的通明件 也是能够带有一定的活动的 在整个脚掌部分的话 也是能够进行一定的前台的 之后下台的话 会受到这么一个C扣的干涉 会给它拖出出来 所以说下摆这个动作 几乎可以放弃了 另一侧的这个腿部 我感觉就像是之前的素体 穿上了一条厚重的裤子一样 在整个裤子 这一侧是挂载了一个连接件的 同时这个地方 也可以替换成不带有连接件的 那么连接件上挂载的 提供的一个小手枪了 简简单单就是这么一个分件的 但是枪口了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科研细节 这些都是有的 同时整个挂载方式 虽然说没有什么固定结构 但是通过这两个卡扣连接 还是比较紧实的了 那么这一款抢纹机 在这一侧的腿部的话 整个膝盖部分的关节设计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基本上是看不到一些 就是拼装以后 会流落出来的那种 比较违和的关节了 还是当前的覆盖状态 还是比较好的了 那么同时这一款模型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拼装的时候 本来我是以为拼完素体了 这个脚型基本上都是这个的了 它的腿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形态 所以说这边这个脚步 是用的原本的机梁素体的脚步 这边是一个新规的 但是这里边各位不用担心了 因为你拼完到最后 你还会剩余 这么一套完整的脚步了 你在拼各位在拼装的时候 其实就会发现了 在整个这个造型的脚步 是提供了三个分件 但是说明书上并没有完完整整的 提及整个脚步的拼装流程 而且当时我在拼完的时候 我也蒙了 我也忘了去记了 所以说我这里建议各位 把所有东西都拼完了以后的话 你再去把这个脚给它拼上去 效果还是会比较好的 因为毕竟分件都是完全一样的 一找就能找着 那么武装形态下 整个机梁的活动性 和之前的素体的话 还是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了 并没有因为提供过多的装甲 而产生一个比较不好的 一个可动现象 那么当前整个机梁的素体表现 我们就简单的看到这里了 剩下的时间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武器配件了 那么首先我们要看 就是武装形态下提供的 这么一个小部的背包连接件了 我们直接给它敞上去 就可以实现一个背包的挂载样式了 那么同时 整个背包的左右两侧 还是一个不对势的结构 这一侧是为了安插主鸟上的 一个小鸟建设器了 而这一侧就是用来挂载 这一款机梁所提供的 一个不强的状态了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一会在介绍武器的时候 再进行详谈 同时这一款模型的话 还是提供了这么一个布置的披风了 整体的话 是那种均绿色 或者是墨绿色的 这么一个造型风格了 感谢朋友可以尝试着 在上面进行一些 其他的色彩进行粘贴 两侧的话 都是采取了一个铁丝 进行一个填充的 所以说在最后摆造型的话 还是比较可以的 同时这一款披风 让我比较最满意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这里边 是采取了一个魔术贴 进行粘贴的 那么安装这个披风 首先我们先将整个 原本的这个背包 给它拆住下来 才能更好地进行安装 同时这里一定要建议各位 针对于这个卡榫 要再给它消掉一点 不给它消掉的话 整个背包插上去 就基本上拿不下来了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再将整个披风 给它铺上去 之后找到一个 合适的魔术贴 给它粘上 就可以实现整个披风的 这么一个简单的挂载样式 当论单前的造型 确确实实 还是比较满意的了 真的是有一种那种 沙漠里边的 居首的那种风格了 我个人真的是非常喜欢了 然后就是这一款模型 所提供的第一个重头戏了 这么一个小小的背包了 但是千万不要小看 这个小背包 因为这个背包 其实在里边 蕴藏了很多很多的好东西 那么首先 单论当前的外观 其实就是一个 我们简单的 像一个水壶提起来的 一样那种造型的 不过这个背包的话 因为没有多余的连接件 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办法 将整个背包 给它安装在背后 或者说让它拿在手持 但是背包的外侧 这个地方 其实按照说明书 它应该是一个简简单的 一个小匕首了 但是这个匕首的话 我个人感觉 对于这一款 黄中的武器 已经是足够用了 所以说这把武器 就圆圆整整的 给它放在这里就可以了 同时背包外侧 各有这么一个滑轨 两侧也都是各安装了 两个可以滑动的 这么一个小分件的 其实这个小分件的话 一会我们给它拿出来 就可以知道了 因为内部是 蕴藏了这一款机枪里边 所附带的一个弹夹 这个时候 我们将整个背包的两侧 全部的给它展开 可以看到 内部在整体的板子 上面的细节刻画 真的是比较清晰了 那么这一侧的话 感兴趣朋友 也可以尝试 给它进行一定的补测 同时 当我们打开以后 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内部各种各样的 武器载叙的 这么一个搭载了 而且两侧都是有的 同时整个里边的 空间的设计 也是非常的够用 非常的紧凑 并没有说有一些 过于浪费的空间 这一点设计 真的是比较不错了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 给它拿出来 基本上 就是这一款团中所佩戴的 这么一个主武器的配件 那么打开以后 就是这一款模型里边 所提供的 武器 这把狙击不香了 那么当前我们所看到的 这边呢 就是一个枪图的部分了 下方的话 也是有类似于 一个燃料罐的东西 整体的刻线细节 以及一些分件设计 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 那么首先 要我们来看一下 冲锋枪模式 我们直接替换上 当前的这个零件 给它插上去 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分件 给它敞进去 就可以实现一个 这一款模型的 冲锋枪的一个样式了 因为整个枪头 里边都是采取了一个 透明黄色零件 请你填充的 感谢你的朋友 也可以尝试在里边 进行一个加灯的处理 那么我们拆除原本的 那些替换上的零件 我们再插上 这一款模型 所附带的狙击枪 部分的零件 那么当前程序呢 就是这么一把 狙击枪的一个样式了 同时在整个瞄准镜方面 也是完完全全采取了 一个透明分件 这个时候的话呢 在整个降温机的 机梁里边 也是提供了一个 金属特点 那就是在前端 提供了这么一个 金属的枪口了 但是我个人总感觉 这个金属枪口的提供 其实在对于 整个细节的把控上 并不是特别好 而且整个金属颜色 是呈现了一个 银色的状态 和这个黄色 或者是沙漠黄 这么一个状态 还是有硬的违和的 而且啊 如果说你想要 安装这个金属件的话呢 必须需要 所以说这里边 我还是更喜欢 用这个枪口 会更好看一些 刚才忘了说了 冲锋枪底端啊 是可以安插 这一款模型 所提供的 这么一个 小小的弹夹分件的 这个才算是 这么一款模型的 冲锋枪的 一个完整姿态了 同时就像我们 前面说的一样 背包侧面 这个小机构呢 是可以滑下来的 内部也是 蕴藏了这么一个弹夹的 同时这款模型 一共是蕴藏了 五个弹夹 一个装在枪上 另外四个 安装到这上面 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内部的 缩胶啊 有点残暴 那么整个 猪鸟这么一个 载具的话呢 其实拼完了以后 整体的体积 和之前的青龙 加上之前的壁方 给我的视觉冲击感 是完完全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整体的细节 首先就是在 这个鸟头部分 和之前的壁方不一样 这款猪鸟的鸟头呢 并没有设计 任何的开队机构 基本上就是一个 完完全全的 避队机构了 而且在整个脖子 根部也都是采取了 一个球形关节进行连接的 所以说在整个 可动性上 效果还是比较够用的 而且关节是比较紧实的 在整个竹鸟的胸部 这里的话的话呢 是采取了一个 整块的透明零件 进行安装的 但是降温机的 这一块透明零件 我不知道为什么 在安装完以后 整体的是个通透度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这里时候呢 我就感觉 这一块可能是 别有用心的设计 侧面上看 周围一圈 是一个深色的 而中间这么一圈呢 却是一个浅色的 就感觉在侧面上看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像一个开炮的炮口一样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胸甲两侧的零件 也都是可以进行 一定的开合处理的 但是这个开合的话呢 也并没有办法 完完整整的 将这四个炮口 给它完完全全的 握拾在里头 在整个壁方的下端 还是带有一个握把的 但是这个地方 仅仅是通过 一个卡扣进行连接的 而且整个零件 是比较细小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不是特别建议 各位去在这里 进行一定的把玩 在整个脚部的话呢 根部是采取了一个 球形关节进行连接 同时由于没有 PC件的设计 所以说这个地方 各位在把玩的过程中呢 千万要摁住根部 去进行活动 这种硬质塑料 要硬质塑料的情况下呢 有的时候放时间长了 它真的会粘在一起之后 你很难再去掰动了 或者说在拼装之前呢 将整个球形关节 进行一定的打磨 在日后啊 在活动的时候 可能会更好一些 毕竟这一款载具 也不需要双脚去站立了 那么在整个脚腕部分 以及整个腿部的 这个部分的设计啊 其实这个关节的话呢 都是做出来的了 脚尖部分 也都是带有一定可动的 这些也都是基础的操作了 那么之前就有朋友 跟我提及了 在整个硕大的翅膀的根部啊 其实这个部分的设计 确确实实 还真的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那么首先 在整体的活动性上 这样呢 可以进行横向的一定的活动 之后 在竖直行动下 也是可得进行 一定的垂直活动的 但是这个地方 各位一定要注意的 因为整个零件的关节设计 是上下的 这么一个半球形关节 进行连接的 所以说 当前的这个地方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安全 所以说 我这里边建议各位 针对于Q3 以及Q16中间的 这个助金卡榫啊 进行一定的打磨处理 但是千万不要打多了 因为会松 再来的话呢 就是拼装以后 针对于这个部分的助金卡榫 再进行一定的打磨处理 免得 这是到时候紧了 我们就没有办法 去进行调整了 除了之外 在整个翅膀的细节上 做的还是比较好的了 那么其他的 也就是在整个翅膀根部的 这三个关节 都是可以进行一定的活动的 并且通过这个卡槽的设计 三个关节 都是可以进行 一定独立的活动的 所以说 对于这个翅膀自由度 还是比较好的了 但是遗憾的是 这么硕大的翅膀的话 它其实没有提供 任何的其他的展开机构 如果说中间这一段 能够再有一个展开机构 我相信 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 那么在整个载具上方 这里是安插了 这么一个小底座 底座上方的话 是安插了一个类似于 小毛头鹰一样的侦察机了 眼睛部分 是采取了一个贴纸 进行补色的 同时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采用 这款模型力 所附带的红色贴纸 进行补色 效果 看各位自行的选择了 那么整个小毛头鹰的话 是通过一个球形关节 直接卡在上面的 但是这个地方 其实卡上去的 也是非常紧的了 所以说 也是建议各位 在安插的时候的话 给它进行 一定的打磨处理 同时 这个小毛头鹰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给它 安插在之前 我们机娘武装形态下 看到的这么一个 背包部分了 那么这个球形关节 也是需要进行 一定的处理的 不然的话 也是非常紧的 那么背包的另一侧 就可以挂载 这款模型所附带的 狙击枪或者冲锋枪了 我们只需要 针对于板机上方的 这个孔位 卡上中间的 这个孔位的话 就可以实现 整个步枪的 这么一个挂载样式了 但是这个挂载 其实并不是 特别的牢固 那么整个 竹鸟的尾端 与其说是尾端 不是说这个地方 真的就是一个 简单的大炮了 可以看到上方的 这些类似于 抖弹夹方一样的东西 但是我不知道 当初设计这些小点点 是不是为了抖弹夹方 但是这两个 却是一个明显的 抖弹分件的 因为这两个地方的话 是采取一个 独立的抖弹分件 感兴趣朋友 也可以尝试 进行一定的 补色处理 同时这个地方的话 因为整个卡顺 是比较紧的 所以说插上去 基本上就扒不下来了 下端的话 还是带有一定的关节的 可以进行一定的 活动处理的 那么这款模型 其实经过一个 简单的处理的话 就可以实现一个 整个算是 设定里边 竹鸟炮的 一个释放样式了 其实说白了 就是将整个 脚腕关节 给它调整一下 拼合在一起 之后我们将 两侧的脚腕 给它拆住下来 之后我们再 给它反过来 进行一个替换 脖子或者脑袋 给它缩里边 翅膀我们向后延伸 那么这一款 竹鸟炮 就实现了这么一个 算是完成样式吧 但是这里边 各位一定要注意了 在整个替换 腿部左右 左右的时候的话 千万要千万要注意 内部的球晶关节 不要给它搞断了 因为这个地方 确实也是蛮紧的了 那么我们可以 通过下方的 我们那时候 看到这个尾翼的话 调整一定的 开炮姿势了 那么配合上 这一款狙击型机梁 加上这么一个炮台 那么最后 也能摆出一些 比较正常的动作 但是这个场景 加上这个所需要的空间 可能就会 稍微的大一些了 毕竟整个炮台的体积 也是蛮大的 加上鸡娘的话 因为毕竟是拿着狙击箱 所以说长度 还是有一些的 那么至于这一款模型 最后所提供的 这么一个支架地台的话 其实和之前在关羽上 我们见到的是 结构完全一模一样的 但是这一次地台 是提供的这么一个金属 橙色的 所以说在整体表面上看 是非常非常的光滑的 但是水纹 基本上就是无法避免的 同时这款模型的话 因为也是提供了 一些连接劲 所以说整个猪鸟 也是可以完完全全 插在这一款支架地台上的 但是这个时候 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 因为整个猪鸟的体积偏大 加上它的横向站 一展 加上它的长度 也是蛮大的 所以说 对于这个纤细的 支架连接件的话呢 还是会有一定的 重量上冲击的 所以说这里边 我还是建议各位 除了单独展示 这一款模型支架的话呢 我建议在旁边的话 再给它安装上 两个魂支架 这样的话呢 会有一个更好的稳定性 同时两侧再放几个 这样的小机梁的话呢 整体来说 这个场景还是会非常的够用的 毕竟这个支架 其实相对来说 也不是特别的安全 那么这款模型 大部分所有的东西 我就已经全部的介绍完成了 剩下的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款模型 所提供的修件建议 前排地形 针对于这一款模型的 一些修件方案的话呢 我这一期啊 依旧是给各位提供了一个 我个人平常在修件过程中的 一个比较简单的 或者说呢 我比较习惯用的一个方式了 那么首先 我就要交给各位的 就是我平常用的扩孔了 比如我们遇到这种 比较细长的孔位 是比较这种小的孔位的话呢 我们直接针对于 孔位 我们笔刀扎进去 之后 在里边转两圈 我们将整个孔位的口 给它扩大 就会产生一个 所谓的扩孔的效果 也是我个人平常最常用的 也是最简单的那个方案 而另外一种扩孔的话呢 就是我们遇到这种比较矮的 而且呢 孔位是比较大的这种孔位了 笔刀扎进去 是没有转起来 没有任何的效果的时候呢 我们使用一把 我们平常用耐用的水口弦 我们给它插进去之后 在整个孔位的两侧 我们给它整成一个扩口 给它整开 其实这个时候呢 我想要给告诉各位的 就是扩孔的目的 一是为了能让整个卡榫 更好的插进去 我们将整个孔位 给它扩大 二 那就是我们将整个孔位的两侧 给它剪开 然后我们卡榫的插进去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一个撑开的效果 这个时候啊 其实就会提供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扩孔效果了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交给各位的削砖了 削砖的话呢 其实也就这么一种了 比如我们将整个孔位 这个柱形卡榫 是比较粗的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直接用水口弦 给它斜起 给它剪出一个尖了 这个时候 我们再给它插进去 效果的话呢 也会更好一些 那么以上 就是我平常在使用的一些 我个人习惯常用的 一个扩孔的 或者说削砖的方式了 也希望能够再给各位 后期的拼装模型 或者说拼装国产 这一些模型 带来一个简单 或者说比较有用的 这么一个学生方案了 那么剩下的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款黄中的学生建议 那么关于这一款 建婚机的黄中 其实在于整体的组合度 并不是特别的好 这里顺带一提 建婚机的每一期的说明书 前端呢 都会就有一页这样的漫画的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漫画 有没有进行 一个长篇连载 总之有机会的话呢 我也会去看一看 那么首先 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 就是在机娘素体方面 在胸部这些部分的话呢 其实我建议各位 针对于O22 这个的注射型卡榫 或者说针对于D23 以及O26中间的卡榫呢 进行一定的处理 不然的话 你替换胸部会比较紧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S18 这个犯卡零件的话呢 是需要各位用胶水 给它进行一定的加固的 因为这个地方 它总翘起来 然后在P5前端的这个头发的话呢 我建议各位 是稍微的给它修一点的 因为这个地方 后期涉及到一个换脸的状态 而且这个卡榫的连接 也是比较紧的 所以说我建议各位 针对于这边的卡位呢 给它简单的再削薄一些 之后后期的替换 会更方便一些 那么在整个胸部的 前胸甲 不对 前胸部以及后方的O17 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的 当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扩在 整个肩甲关节的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再来 就是O23以及O24 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的 跨拨这个O13两侧的出行卡榫 是必须要进行打磨的 如果说这个地方 不进行打磨的话呢 那么整款模型啊 就会非常容易出现 一个断腿的情况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一定是重中之重 然后就是整个手臂 肩膀部分的这个关节了 这个地方呢 O9 我建议各位 一定要用砂纸 给它进行一定的打磨 给它打磨两到三圈就可以了 不然的话 整个O15 我查进去以后的话 基本上是完完全全不可动的了 那么再来 前面的话呢 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 我刚才忘熟了 那就是在肩部零件的 O8和O7 这两个零件 我建议各位 是给它直接粘上的 不然的话 这两个零件 在后期替换衣服了 或者说替换一些 其他装备的时候呢 是很容易会脱出的 那么再来 就是大腿部分的 O4以及O5 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的 整个脚底板的这个4-6 是需要各位用胶水 给它粘死在整个脚部的 武装形态下的 前整个胸甲的话呢 是K23 是需要用胶水 给它进行一定的加固的 后方的这个安装能量刀子 分别个部分的 K33 B11 以及K34 这三个零件 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的 然后 整个背包的中间这个卡榫 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样 我建议各位 用水口钱的话呢 给它稍微的削薄一点 不然的话 这个地方插上去 基本上就拔不下来了 然后 在整个武装形态的手臂上 K2和K27左右核 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 下方的K5和K14左右核 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 那么在 大腿部分的 D10和D11所对应的 两个柱形卡榫的话呢 我建议各位 用笔刀 或者用水口钱 给它稍微的削掉一点 不然这个地方 其实是很难插进去的 而且插完了以后的话呢 基本上也就是 完完全全的不可动了 然后 这边的M2 我建议各位 用胶水给它进行一定的扩孔 这个通门件是比较松的 那么在整个枪口部分 如果说各位想要在这个地方 替换成金属件的话呢 那么一定要将这个卡榫进行打磨 如果说各位不去替换成金属件 那么这个地方 就不需要去进行打磨了 然后 在整个主鸟的腿部 D10和D15 这两个零件左右核 那么在翅膀的关节部分 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样 Q16上方的触形卡榫的话呢 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打磨处理的 加上Q16下端的这个孔位 不是这个触形卡榫 也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打磨处理 但是这里边 我建议各位 一边打磨 一边试探性的往里边去对 千万不要给它打磨多了 因为一旦打磨多了 这个地方处理 就真的不太好处理了 那么然后 就是整个小侦察机的 这么一个造型了 首先 那就是在I10这个零件 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的 同时 在整个下端的这个球形关节的话呢 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打磨处理的 包括前面背包的 在上面的那个球形关节 也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打磨的 然后 就是在整个安装完以后的样子 两侧的这个球形关节啊 我建议各位 是稍微的给它打磨两圈 不然的话 在后期 如果说各位想把玩的过程中呢 可能会遇到一些比较不大的麻烦 那么这一款模型的所有的东西 我们就已经全部的介绍完成了 针对于这一款 降魂机的黄中的话呢 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在设计方案 要比前几款模型 可能会有一定的提升 但是在组合度方面的话 相对于前几款模型啊 之前呢 我只做过关羽和操作 相对于这两款模型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 它稍微的有一些欠佳 毕竟整体的组合度其实是偏紧的 加上各个零件部分 基本上都是需要一些大量的修件水口的 但是我相信 如果说是拼习惯了国产模型的玩家的话呢 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些小操作 基本上都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现在这年头啊 谁拼模型还不会修个件呢 对吧 但是有些时候的话呢 可能就会考虑到 因为组合度不是特别好的缘故 这一款模型 它到底值不值得这200多元的价格去入手 同时我也把这一款降红剂的黄中 去推荐给那一些想尝试鸡娘 但是又没有买过鸡娘的朋友 也可以作为你入坑的第一个鸡娘 但是一定要注意 需要继续进行一定的扩空处理 在这个高达市场比较动乱的情况下 其实我也在想去给各位 能推荐一些比较好玩 或者说价格比较合适的一些 其他的品装版本的模型的 像鸡娘了 或者说像其他的一些模型了 我相信啊 推荐了这么多的 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好东西 总会有一款能够 让各位找到一个属于自己新的 能够替换高达的这么一个玩具了 那么本期的西红模型分享 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同时也希望各位能够真正的找到 属于自己的 或者说性价比更高的玩具 拜拜